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男主决定搬到郊外的豪宅散散心 但是房子的价格这么便宜 大概又是凶宅吧 随后女主在收拾房间的时候 看着儿子的棒球有些出神 紧接着就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女主以为是男主发出的 但询问过后却没了动静 女主觉得很是奇怪 去查看时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大洞 还发现了儿子的棒球手套 女主激动的将他拥入怀中 就在女主被滚落下来的棒球吸引时 女主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画面一转 男主在打电话要求维修暖气 而女主却拿出了破碎的相框 就在两人面面相去的时候 突然有人敲门拜访 开门后发现是附近的邻居老代和他的妻子凯特 男女主很热情地将两人带回房间喝茶 从进屋后 老代就开始讲述这个房子的历史 据说这个房子是以前小达的房子 那个时候这里还是个殡仪馆 但是刚开张不久 这个殡仪馆就传出了卖尸体的留言 从那以后 全镇的居民将小达一家赶了出去 没过多久 小达就因为殉酒而死 讲完这些后 老代和凯特留下了一脸懵逼的男女主而离开 凯特还特地留下一张 祈求两人搬出去的纸条 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大概是楼下突然闪出的黑影 将女主惊醒 女主在床上发呆一会儿后 就抱着男主一起睡了 镜头一转 相框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第二天 修理暖气的工人到达 而这时的女主也决定 请自己会通灵的朋友 阿梅和小布一起来过这个周末 大概是女主太想见自己的儿子了吧 画面转到地下室 工人在工作的时候 电灯突然开始闪烁 工人的身后也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就在工人拿着手电筒去查看的时候 一个鬼突然跑出来 将工人烫伤 尖叫声惊扰了男女主 两人急忙将工人送去了医院 随后回到房间 两人又同时闻到了烟的味道 第二天 阿梅和小布来到了女主的家 阿梅还说自己的儿子哈利 会带着女票一起来做客 男女主很是开心 几人聊了一会儿后 将包裹放下 并在门上留了张纸条 就和男女主一起去镇上的饭店吃饭了 但刚进门的那一刻 就迎来了饭店所有人怪异的目光 四人刚离开不久 哈利和女票自私女就来到了男女主的房子 男人发现大人都不在后就准备做点不可描述的事情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地下室突然传来了一些动静 哈利跑去地下室查看 但是还没得瑟多久 就被突然出现的黑鬼给杀死了 而自私女看到这一切后 吓得开车就跑 但自私女也在途中被突然出现的黑鬼给杀死 镜头返回到家里 哈利和自私女到访的痕迹被鬼慢慢的抹去 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当天晚上在饭店的四人回到家后 看着门上的字条 认为孩子们并没有来 于是就进到房间 听听音乐 喝点小酒 放松一下 画面转到四人吃饭的饭店 老代和凯特来打听男女主阿梅和小布的事情 饭店老板娘将他们聊天的内容全部告诉了老代 老代听后说 男女主的房子需要一个家庭的献祭 我去看来还真是个凶房啊 当天晚上四人睡觉的时候 男主突然看到了站在门前的两个黑鬼 阿梅也在睡觉的时候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开始变得大喊大叫 第二天 男主和小布趁女主和阿梅外出买东西的时候 小布开始在房间里通灵 试图见见男主的儿子 但谁知道男主的儿子没见到 小布却被黑鬼附身 就在男主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女主和阿梅买东西回来 见到了被附身的小布 黑鬼还叫嚣着说这是自己的房子 就在阿梅试图唤醒小布被控制的意识时 黑鬼告诉阿梅说 哈利和自私女已经死在了地下室 随后就拿出一根棍子插进了自己的眼睛里 阿梅崩溃的哭了 儿子死了 丈夫也挂了 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就在阿梅自暴自欺的时候 男主和女主急忙拉着阿梅就逃 但是就在阿梅开门准备逃跑的时候 被脑袋一枪射杀 一家人也算是在阴间团聚了 男女主为了自暴跑进了楼上的卧室 而这个时候 矫正的居民也全部赶来 似乎是想将男女主杀死献祭给黑鬼 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平安 但是黑鬼并没有向男女主动手的意思 反而保护着两人不被伤害 然后又将赶来企图杀害两人的居民全部杀死 就在男女主准备逃跑的时候 脑袋出现 祈求让两人自杀献祭给黑鬼 但是黑鬼却慢慢的走向了脑袋 将脑袋杀死 就在这一切结束的那一刻 男女主似乎听到了儿子的声音 看来到最后还是儿子保护了父母 电影到最后出现了一些报道 原来小达一家是被烧死在这个房子里的 而之前出现的老蛋 其实就是这个郑子的镇长 老蛋上任后 镇子就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 看来这个镇长不简单呐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福利到好多小伙伴反映 找不到小涛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现在微信搜索小涛解说 关注公众号 回复电影名称 就可以获取高清电影资源